好 除了说发放之外 曾经纽约分会也结合了基督教会举行 跨宗教祈福 牧师带动教友 因为此刻的危机其实也是转机 希望大家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优美的圣月响起 为这所基督教敬信会教堂 带来平和的气氛 教堂外来自布鲁克林区各地的民众 与贯入场 桑蒂丰灾后 让他们鱼祭尤存 感恩节这一天 他们要来这里感受平静与祥和 水刚刚出现了 水刚刚出现了 然后震惊了我们 没有灯光 没有热水 没有热水 没有电话 没有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 所以这些人非常感动 现在我从我儿子分离 因为家里太冷了 让他留在那里 我希望我们能有热水 所以我能回家 这里的教友大部分是黑人 以及中低收入户 他们是桑蒂丰灾后 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 除了物资上的援助 他们更需要心灵的支持 基督教牧师带动教友 赞颂上帝 历节归来 要感恩自己活了下来 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祈福典礼上 慈祭志工强调 目前在慈祭美东震灾 所帮助的一万三千个家庭 都来自于十方大众的爱 而这样的爱是跨越宗教和种族的 不 matter your religion, your culture, or your skin color our blood is all red, right? yes, that's why we're here for Happy Thanksgiving, Happy Thanksgiving Thank you May God praise America,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点亮新灯也点燃了希望 重建的路或许不好走 但相信只要拥有坚定的信仰 未来仍充满希望 大新闻 徐斐丽 杨玉明 美国纽约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